俄羅斯軍隊和當地民兵完全控制了克里米亞半島之後 當地人在3月16日舉行公投 俄羅斯支持的當地政府說 選民已壓倒多數贊成脫離烏克蘭加入俄羅斯聯邦 絕大多數克里米亞人是俄羅斯人的後裔 俄羅斯文化和歷史的沉澱對他們有著深厚的影響 其中一些人仍然懷念著前蘇聯時代 她說這個節慶日子她太高興真的想哭 國外的許多俄羅斯人都理解這一點 當中包括這名在銀行工作 拿起倫敦的一份俄文報紙的女士 她說她的名叫做奧爾加 奧爾加說即使她在英國生活了九年之後 她都是這樣看 她說 我們經常認為俄羅斯是一份俄羅斯 它是一份俄羅斯 所以這是一種自然的一步 去取得這個機會 不過這並非是海外俄羅斯人的一次看法 安達烈、西德爾、尼科夫反對俄羅斯總統普京 因此在英國獲得政治庇護 西德爾尼科夫說 在俄羅斯統治之下 克里米亞人會失去政治自由 他們的經濟會受到傷害 英國烏克蘭人協會也持有這種觀點 菲德爾·弗爾拉克是烏克蘭移民的兒子 他領導的這個協會舉辦了幾乎最近抗議活動的攝影展 在倫敦的烏克蘭人已經舉行了反對俄羅斯 吞併克里米亞的大型抗議活動 菲德爾·拉克說今後幾年都會一直有抗議活動 但現在不同的是大多數克里米亞人看上來不想獲得解放 至少目前是這樣 美國之音記者裴珍倫敦報道 這次的電視頻 是否則的訊息 有關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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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消息